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联合国机构的估算 印度的人口在14号正式的突破了14亿2500万 也超过了长期占据榜首的中国 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这样的膨胀是否会成为未来全球人口的变化趋势 印度和中国在人口结果方面又有哪些相似与不同 一起来看我们的印度人口第一大国系列报道 联合国早前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号这一天达到80亿 当前人口总数量是上世纪中叶的三倍之多 据估计在未来3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近20亿 2037年左右达到90亿 2050年达97亿 2080年代达到近104亿的峰值 并于2100年前维持这一水平 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 现阶段世界人口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 依次是印度、中国、美国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尼日利亚、巴西、孟加拉国、俄罗斯、墨西哥 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人口突破14亿的超级大国 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与印度人口爆炸式增长不同的是 中国人口正呈现萎缩趋势 2022年末 中国人口14亿1175万人 较上年同期减少85万人 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联合国预测 至2050年间 中国人口将减少4800万 即2.7%左右 中印两国人口结构大不相同 过去30年 印度生育率偏高 加上婴儿死亡率下降 人口呈现年轻化 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8岁 超过40%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 而中国人口则趋于高龄化 官方预测 至2025年间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 占比将超过20% 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另据世界银行等多家权威机构数据 2021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4% 城镇人口超过8.8亿人 相比之下 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% 城镇人口4.9亿人 预计要到2050年 城镇化率才会超过50% 在收入方面 中国2021年GDP总量约合16.5万亿美元 人均GDP1.25万美元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GDP总量为3.17万亿美元 人均GDP为2256美元 处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